老師有講過 我們今天示範一個分類的 跟一個預測的案例 我們可能會用類神經網路 第一個我們先用類神經網路 來跟各位做示範 再來我們就可能再做SPSS 總共我們大概會做四個例子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我再跟你們講一下我們的資料庫 再給你們看一個實際的資料庫 我們在電腦上面看到的 現在這個資料庫都是從網路上可以找到的資料庫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資料庫 它是一個德國的信用卡的資料庫 我們可以在上網看一下他們的資料 原本的欄位是什麼 最後我們會 至少我會秀給各位看一下 一個真實的信用卡的資料庫的欄位 這些欄位 這些欄位 這都是他這個 這個學者他已經 因為他提供出來的 他已經整理好的 這個信用卡的資料 那他的欄位 我已經把他改的名字 用X1 第一個變數 第二個變數 這當我們的次變數 一直到最後一個是Y 原本他這裡面都是用一些很奇怪的編碼 你也看到說 除了這個以外 我想除了這個我們大家看得懂以外 這個1234 不過他原本的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 看這一邊 這個是我之前轉碼 總共有幾個變數 我只是做示範而已 那時候示範 不是 是顯示不像 不是不是這顯示不像 我以為我之前去做示範把它變動 所以說他這個其實是什麼 就1234567890 這樣一直到總共有20個變數 那裡面的呢 好像除了這個 我猜測除了這個是數值 這個是數值以外 其他的都是什麼 這個應該也是數字 詳細的 我們可能要去看他的資料說明 他有他都 這資料庫他都有附一些資料的說明 那這個的話 其他的變數 你可以看到說什麼 A12多少 17多少 這些奇怪的東西 這什麼 這就是 某一種類別變數 那至於他是什麼意思 如果說 我們有在這個 這個很多都有在公司上班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是不是都有一些編碼 行業的 或者說你的公司公司的業務什麼的 那這個也是一樣 那我們會有一些一個自己的編碼 那當然你要找得到說 你的編碼跟他的內容 怎麼對照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codebook 我們可以去對應說 這個 這個 A201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可能如果說 某一個變數它是一個 假設某一個變數 我們用這個 假設這個變數 S6它是一個行業的話 那可能說 A6它就是屬於什麼 某一種行業 別大的類別 可能是工業 可能是什麼 它服務業 然後呢 後面這個值又代表什麼 我們會有一些編碼 但是問題是 這個資料丟進去 我想丟進很多的 資料探勘的軟體 或者說SPSS 它不吃啊 它看不懂 它會跟你講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 所以說 我們可能要去做一些編碼 要重新把它做一個轉碼 例如說 我用這個A191 我就把它用0來代替 假設這邊總共有10類的話 就012345678910 或者說你有其他的編碼 那當然也有其他的什麼 虛擬變數 10個變數可能會用 如果它某一個屬性 有10個值 可能為什麼 多了10個變數 這種虛擬變數 編碼的方式 那 但是問題 我們這個網路上 那位學者已經很好心的幫我們編好 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可以自己用 直接用 但是實際上如果說 我們在 實際上自己在操作的時候 可能這些東西 就是要我們要 我們要自己去 去手動去操作的 所以 123456789 它可能第一個是什麼 性別 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年齡之類的 那 Y 0跟1 它原本是1跟2 那這邊原本是1跟2 那因為我 我的某一個程式 因為我已經 我不想再去做修改 所以說 我就把它弄成0跟1 其實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信用好跟不好 然後它是用1跟2 那因為其中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程式是我寫的 那因為我當初偷懶 所以說我直接用0跟1 那我的1變數 我也要統統把它編成0跟1 那可能就是說 某一個是信用好 那如果說0是信用好 1的話就是信用不好 那詳細是怎麼編碼 就是我們要去看一下它的說明書 否則你光看這個 這是什麼 這完全看不懂 我們只要說0是某一類 1是某一類 但是如果說你拿到它的說明書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來0就是信用好 1就是信用不好 好 那這個資料總共 有幾筆呢 好 總共它有一千筆 還蠻大 一千筆資料 院長之前應該有跟你們講過 分類跟預測大概的做法 那我們今天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實際上面的一個操作 好 那首先拿到資料的時候 我們要把它分為什麼 訓練的集合跟測試的集合嗎 對不對 我們今天講這個簡單驗證就好了 教他驗證只是說 把這個步驟把它重複做個幾次 像如果說 你看到我的碩士任務 我做了10次 那每個都弄很久 所以說我當初 燒掉一台電腦 那時候在冒煙 我在家裡 我簡短講一下就好 大概一分鐘就好 我正在家裡 還好我在家裡 應該這麼講 還好我在家裡 然後呢 奇怪怎麼有塑膠燒掉的味道 很奇怪 那因為電腦在跑 那我那時候就在那邊整理東西 怎麼有電腦燒掉的味道 塑膠燒掉的味道 在那邊找 然後後來 電腦就關掉 奇怪怎麼有冒煙 然後趕快拿出來 他那個記憶卡金手指燒掉了 記憶卡的金色部分燒掉 那整個已經燒掉了 然後 他那個電電器也跳電跳掉 不是 那個什麼 那個叫電源供應器也跳掉 然後最後我好像又花了 五六千塊 換電源供應器 然後顯示卡那個界面卡也燒掉 所以說 那是以前啦 因為以前是單核心 那這樣跑起來很超 我的CPU都一直超百分之百 一直跑 因為他每次跑起來的速度 那個都百分之百 我們待會跑的這個例子 你可以看到 我們大概沒多久就跑完了 所以說 但是你的案例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跑一兩個小時 甚至有的更久 所以說 為什麼我們要持續去做一些 這個想辦法去改進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時間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好 那 這個 訓練跟測試集合 我們要怎麼分 如果說我們 做的是簡單驗證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分割呢 是不是我們把 好 例如說 我可以把百分之八十的 拿來做訓練集合 百分之二十的 拿來做測試集合 好 那或者說 百分之 這個 九十的 九十跟十九比一 好 這個 八比二 七比三 用各種的比例 我們都可以去試試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 是比較好的 好 那 在分類的時候 欸 我們在做 資料部分割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千萬不要忘記了 有的 他直接就這樣分了 他不管說我的Y 我的E變數 這個信用好或不好 我都不管它 我就直接把它切掉 好 這樣切掉會出現一個什麼狀況 如果 這個跟統計學裡面 就有一個東西很像 分成抽樣 好 如果說 為什麼我們要用分成的隨機抽樣 為什麼 因為樣本的比例有的時候 它有多有寡 有多有少 萬一 你如果說簡單的隨機抽樣的話 有可能我們少的那個類 那個類別會抽不到 這個也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說你這樣抽的話 你最後抽出來的結果 你的訓練集合 你想要把它拿來當真實的案例 我們要去預測未來的狀況 結果我們發現說 我們抽出來的樣本 根本跟真實的情形不一樣 那這樣的時候 我們建出來的model會很奇怪 換句話說 我們抽出來可能沒有代表性 不是代表性的樣本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再去做抽樣 我們可能先把0跟1把它分開來 所以說我先做0的 因為我在家裡的版本 跟這個 跟這邊用的不一樣 沒關係 我們這樣 現在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把它處理好 那你看我們這邊 現在把資料庫 把0的 這邊原本 怎樣 有0的跟1 是不是混在一起 我現在把0的跟1的分開 所以你會發現說 記者 我們在 這個有一句話 要不是在做這資料庫的 我們在跑這資料的時候 最多的時間花在哪邊 這個資料怎麼樣把它收集進來 然後前端的怎麼樣去清理 然後把它弄成這個 最後可以跑資料之前 那一段工作是怎麼樣 是不是占了很大的部分 你看剛剛就是這樣 這個還是 這個前半段也還沒開始在跑 那我們現在把0的跟1的分開之後 那角色 我要用什麼 8比2 比如說我的訓練集合要80% 我的測試集合要20% 所以 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這一邊 我總共有幾筆 30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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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訓練 是不是 所以我這邊是不是要240筆 所以說 你看我們把0的跟1的分開 那原本 原本 原本我們在挑這個訓練跟測試的時候 我的做法應該怎麼樣 我是要用隨機的抽樣的方式去抽 那因為這一邊 我只是示範給各位看 那我就不再做其他操作 因為我這樣操作有點難操作 我身體要外一邊 手 你們可以斷掉 所以說 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怎麼做隨機抽樣 這個 這個 ECL它本身 它裡面有內建 這個 這個 什麼 統計的 這個 資料庫 這個 資料工具 他可能沒有安裝 不一定 因為那個要 額外安裝 那 或者說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怎麼樣 系統抽樣 假設你要分幾個 那 像剛剛如果說 我要 我剛剛是8比2 那我可以用 系統抽樣的方式 然後把某幾個 這個 把我要的部分把它抽出來 像我這邊 我可能就是用什麼 總之我回到我們前面這邊 如果說 你可以用 這個 隨機抽樣的方式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 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我只是把它 把這個比數把它弄進來而已 那我們的訓練的部分 你可以看我們的訓練的部分 我們先把第一列都刪掉 訓練的部分 總共有800比 是不是跟剛剛講的 是不是一樣 我剛剛是說8比2 那我的測試的部分 這邊有20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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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把 現在我們 假設我們剛剛是用隨機抽樣的 我已經把訓練的 訓練的部分 跟測試的部分 的資料集 我已經把它抓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可以開始 跑資料 那每一種資料庫 每一種這個 這個Data mining的工具 或者說你再跑了其他的 統計的工具 它需要的 資料的格式可能都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可能要 依照 每一個這個 我們的工具 軟體的工具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特 特別的處理 那像我這邊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 我把它分成兩個 因為 某一種工具 它需要用到是兩個 那你看我們現在 在做另外一個 是一個的 待會我們 示範給各位看的時候 各位就 會更清楚一點 所以每一種 資料庫 它會有它 這個要求的 這個資料的格式 那甚至說它可能 會有它要求的說 你的這個 這個資料庫 到底你的訓練集合 跟測試集合 要怎麼樣擺放 甚至說你的欄位 可能因為 它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像 待會我們要示範的 這個類神經網路 它就怎麼樣 它要求比較嚴格一點 它要求說 我們的資料庫要怎麼樣 要把訓練跟測試集合 要把它完全擺在一起 而且它要把怎麼樣 要把所有的自變數的欄位 完全你中間不能跳掉 不能有空白 你要把它連著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呢 你的Y 它就不要求你 你可能說你放在第一欄 第一欄 第一欄或者說 最後一欄或者說第一欄 有各種的方法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每一種資料庫的 每一種我們的資料探勘 或者說我們的統計軟體 它所吃的資料庫的格式 不一定一樣 像 某一種資料庫 可能它就不吃 像例如說 我們的比較新的 Excel 2010 跟原本我們的XB之前的 2003之前的 就向下向往 可能它就不吃了 它最新的版本 它就不吃 或者說 它可能怎麼樣 它不吃以最後的版本 它吃什麼 它可能吃文字的 像我們待會我們要示範的 它可能吃文字的版本 文字檔的版本 因為我們待會我們要用的是 我們要先示範這個類生鏡網路 它因為它不能夠 去吃這個資料庫 以色列的資料庫 所以說我們要把它另外轉存 說明記得要是 它們的 用的 的 使用 它們的 它們的 然后把他丢到这个桌面来 因为他这个软体啊 他有时候不吃中文的 的路径 而且他有时候 如果说你的路径太远的话 他会抓不到 所以我刚才把他抓到 我们的桌面来哦 你先看到 我刚刚转成的这个格式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文字档的格式 跟刚刚eSale是不太一样 eSale是什么 是不是有这个 好像是什么 我们可以去点 他有他的这个试算表 一格一格的储存格 那这个呢 就完全就是一个文字档 用逗号分格的一个文字档 因为他特殊的这个 这个软体特殊的要求 所以我们要依到他的格式去做错零 那第一 这个第一列这一边 我们最上面这个S1 这一边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质变数 这是我们的变数的名称 那下面这边就是资料 我们总共我们用的变数 现在是可以用eSale开 那我们总共有什么样 是不是有24个变数 如果说刚刚的同学有记得的话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什么 应该有20个变数 这边总共变24 因为他转了数十变数 他转能数值型的这个资料 所以说他这边就会多出一些变数 我们总共用24个变数 去预测我们的Y 那我们把训练集合 放在前面 那测试集合 后面的200笔是我们的测试笔测集合 我们后面的这200笔是我们的测试集合 从这边以下这200笔是我们的测试集合 那这边是1 那你再继续往下拉的话就是0 好 现在跟各位讲的这个资讯 因为我们等下都用得到 我们前面的训练集合 后面是测试集合 那我们正式来跑我们的这个 这个QNET 这是我们的这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